您知道吗?为什么减速或刹车之前一定要看盗后镜? 接下来的这条视频将为大家找到答案 盗后镜不仅仅是在趴车的时候使用的 我们在平时驾驶过程中每5到10秒都要看中间的盗后镜 特别是我们在减速或者刹车之前一定要先看看盗后镜 平时驾驶过程中我们通过到后镜来观察后方的车辆 如果你发现后方的车辆跟我们太近 那么你跟我们跟前面的车辆就要保留更远的距离 只要我们不急刹车 后方的车辆就不会撞我们 你都学会了吗?我是江教练 关注我教你更多安全驾驶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